各位藝術界的先進,大家好 這一區是台灣水墨畫會的展區 我是秘書長楊麗玲 現在由我來為大家介紹我們展出的作品 台灣水墨畫會顧名思義,它就是以水墨創作為主 我們今天展出的作品有27位的會員展出 大致上可分為傳統水墨、血液水墨 還有當代水墨,再加上佛像人物的創作 我現在簡單跟各位介紹幾幅我們代表作的作品 從這一幅開始呢,1、2、3、4 這樣有辦法可以看到我們的作品嗎? 好,這四幅作品 這幾幅作品呢,就是屬於當代水墨的部分 因為我們有用到噴彩,一些特殊效益 自動性技法的創作方式 像有噴彩,有流彩 有用到水乾的創作 跟一些潑墨潑彩的方式來做結構性的構圖 尤其這一幅看,其實我們也有一點點西方的味道 因為在噴彩上,我們的顏色會比較鮮亮一點 那也運用到了西方的一些構圖的概念 所以呢,就是會有採用到光線啊,或者是遠近啊 因為在早期我們的畫是比較沒有講究這個部分的 那現在結合了東西方的創作方式 現在的作畫其實就有很多元 那接下來我再介紹一下我們的佛像人物 這位老師呢,他畫了佛像人物大概有十年的歷史了 那畫的作品呢,非常的莊嚴 那也很,就是很細緻 所以是一位很資深的老師了 那這位老師呢,他的作品是屬於比較寫意的創作作品 他是胡念祖老師的學生 那這裡面的潑彩的方式,潑墨潑彩的方式呢 就有很有胡老師,胡念祖老師的風格在 那接下來介紹這一位呢 是我們台灣水夢花會理事長陳振之老師的作品 陳振之老師的作品呢,其實有很多元 他也是胡念祖老師的學生 那這一幅畫呢,其實陳老師全部都是用墨來做展現 但是以墨來表現的話 你看他的水的動勢跟他的氣勢都展現得非常好 而且墨的幾乎可以分出龍蛋來展現他的所謂的遠近 所以這幅畫從這邊的鏡的部分,從水景看到山景的部分 那個景深就表現得非常的完美跟完整 好 我先介紹一下這兩幅好了 其實他比較屬於傳統的創作方式 所以他的筆法呢,就比較多元的可以看到幾乎都是筆墨的筆法 那結構上呢也很豐富 那這個比較特殊是 他採用了一些技巧性的做法 比如說他有踏硬的方式 那有噴灑的方式 所以做出一個樹林 然後有一些飛墟 就像在下雪一樣 所以這一幅作品呢,就感覺非常的豐富 那其實我們畫會還有很多的作品 比較難以一一介紹 那我今天簡單的介紹了幾幅呢 那也希望大家知道了我們台灣水墨畫會 歡迎來加入我們的會員 讓水墨的創作的領域 那可以將來有更多元性 然後更有延展性 謝謝